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比如js中它有内置对象 那么内置对象中呢有array 有string 有date 有math 那就是将这四个知识点呢放在一起来进行讲解 那么对于Java来说 当我们讲解完数组之后呢 我们会专门给大家讲完面向对象中的string类 math类 date类 以及集合类 所以这些知识点呢它都具有相关性 所以都放在一起来给大家来进行阐述 那么我们的构语言中呢也是讲解完数组之后 因为构语言中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数据类型 叫做切片 所以我们讲完数组切片之后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strings它里头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来介绍 数学运算以及日期运算 那么构语言中的数学运算呢 它是专门有一个ball mathball里头有一些函数 可以做这些数据运算 那么关于时间呢 构语言中有一个叫time包 它里头的有一些函数 就可以做时间相关的一些处理 那么对于集合呢 在构语言中有map 有list 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逐一会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这节课想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 那么主要就是sertrar相关的一些处理函数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切片之后来进行讲解 也是有我们的目的 因为字符串呢被称为一种特殊的切片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关于字符串相关的一些处理的 它的一些包的一些介绍 在构语言中 专门用来处理字符串的有strings包 还有一个呢叫做str convert包 那么str呢是字符串的缩写 convert是转换的意思 那么strings包还有string convert这个包 那么我们只需要上这两个网站 那就是我们的官方文档上去进行学习就行了 那么还有呢就是腾讯有一个云开发者手册 我们上这些网站然后进行学习 里头都会对我们的函数有特别清晰的介绍 那么我们学习string cool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熟悉编程语言关于字符串处理的一些方法 那么大多数语言它的字符串处理库提供的函数 都是大通小异的 而且越高级的语言提供的函数也就越多 那么掌握基本的字符串处理函数之后 更丰富的字符串处理函数呢 都是通过这些基本的处理函数 所封装出来的 所以我们熟悉了构语言中的string cool之后呢 那么就可以封装出来 符合我们实际场景的 符合实际应用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函数 刚才我们说了 string其实可以理解成一种特殊的一种切片slice 那么为什么这么来说呢 是因为切片它里头的一些东西和字符串 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但是又说这是特殊的 那么特殊特殊在哪里 相同又相同在哪里 那么我们等会呢会给大家敲一个案例 告诉大家 字符串如果我们要想进行便利的时候 实际上可以把它等同于一种非常灵活的一种动态数组 也就是切片 所以等会呢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fall range 这个fall循环 对字符串进行处理 那么这就跟我们的切片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那么它们又具有不同性 不同性就是这样子的 切片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它是一个引用类型 而且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字符串呢它是一个直类型 所以我们可以将死菌理解成一个特殊的slice 但是一定要知道它们俩的类型 也就是说底层所进行的一些实现 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对于引用类型来说 它的拷贝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址的拷贝 对于字符串来说 它的拷贝它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变量的一个拷贝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给大家敲第一个案例 关于字符串的一些便利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开发环境 我们在这新建 GoFair 我们起个名字 应该是Demo11 我们准备这个案例主要做的呢 是Stream的基本用法 或者说基本便利 对于字符串进行便利 到底都有哪些形式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头呢 先定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定一个空字符串 我先写这么一个字符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这个长度 我们先对它进行打印输出 FMT格式化输出 Print LN 好长度呢就用LN L1N来获取当前我们的这个S 好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方便呢 我在后面呢增加上一个特殊的分格符 好接下来呢 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打印输出 所以为了方便 我们使用这个来进行分格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加上一个注释 这块呢 我们是获取字符串的一个引用 我们直接是去便利字符串 那么通过Fall Range来进行便利字符串 那么便利字符串的时候呢 它有几种形式 好我们先用最基本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 I 然后接下来是CH Range 我们要便利的是这个字符 这个字符串S 好接下来呢在Fall循环体里头 我们打印输出 Print F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 索引下标打印出来 百分号D 那么百分号D对应的 我们现在呢是输出的是每个字符 我们使用百分号C 那么接下来加上一个换行 好 因为有两个百分号 所以我们将 这两个变量进行输出 一个呢是我们的索引下标 一个呢是Fall循环出来 我们每一个字符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句话呢 拷贝一下 进行分隔 好我们现在来运行看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好大家来看 此时呢 得到的结果 这个字符的一个长度 为14 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如果要是按照各 那个字数的个数来说的话 我爱 语言 这是四个字 接下来是go 是两个字母 那应该是六个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里头 对于每个汉字 它认为是三个字节 所以我们按理说 应该输出来的 这是一个字节的一个长度 我们把它进行一下更改 那么此时来看 有四个汉字 三四一十二 十二再加两个字母 所以一共是十四这个长度 好 再来看 当我们对这个字符串进行 for range 进行便利的时候 那么 第一 输出来的是索引下标 输出索引下标的时候 大家看 它并不是一个连续的下标 再说一遍 那么每一个汉字 它认为是三个字节 因为在youtube.com 它是这么规定的 所以呢 我 它的这个索引下标 它分别占据的是 012 而对于 i这个字节 i这个字呢 它认为是 345 所以 它的索引下标 并不连续 那么 后面呢 我们使用 百分号c 就将它真实的 这个字 也就是这个字符 就进行了输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再使用 还是for range 进行便利 但是呢 此时我们要便利一下 它的字节数组呢 那么这个便利 这么来写 好 前面呢 还是ich 只不过呢 我接下来不是s 我把它进行转换 转换成一个 字节数组 那么字符招和字节数组 可以通过这种 强制类型转换 而进行转换 好 接下来也是进行 格式化的一个打印出书 printf 好 同样的道理 那么事实上呢 我在这块 我可以把这块 这句话进行拷贝 但是此时 请大家来注意 我并不是输出 它的c 好 我现在输出x 那么也就是输出 当前 这个字符 它的一个16 静置的一个表达方式 同样 我在后面增加上 一个分隔 此时 我们现在来输出一下 看看 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样子的 好 大家来看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得到的 索引下标 的确是 都是连续的了 那么 所输出出来的东西呢 实际上请大家来看 刚才我们说 第一个字呢 是我字 实际上 它就占据了有 这么三个字节 那么实际上 16 88 91 合起来就是一个我字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 17 88 B1 实际上合起来呢 就是那个I字 接下来 go 那么它的字母 首字母G 那么这就是它的6F 就是那个O 好 依次累推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对于Full循环 它还有别的便利方式 我们把它写成 这是便利所有的字符 那事实上呢 它俩的区别 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单位 使用的是Bet 而接下来那个单位呢 我们使用的是Rune 那么Rune 它实际上就包含了 所有的汉字 所以对于我们刚才 有汉字的这么一个字符串来说 事实上 使用这个Bet 来进行便利 并不是很合适 那么我们把它换一下 那我接下来呢 对它进行一下更改 直接拷贝 在这里头需要更改的 就是把这个Bet 换为Rune 好 接下来在这块 也需要更改一下 这块还是输出来的是一个C 好 此时我们来运行 那么大家来看 这样一来的话 输出来的 就是前面有所影下标 而且所影下标 也是连续的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使用了Rune 它真正的能够把每一个字 当做是一个所影下标 这样前两种呢 并不是很合理 像刚才的这种呢 所影下标 它不是很连续的 那么对于这种呢 它虽然说是很连续的 但是呢 它把一个汉字呢 写成了三个字节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 也不好识别 那么对于第三种方式 那真的是将一个汉字 或者说字母 或者字符 或者是一个标点 每一个都认为是单独的一个单位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看起来就是比较符合 我们的一个需要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想输出 我们当前 它的一个长度 那么如果要想输出 当前我们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按照之前我们使用的L1N来说 我们获取到的可是一个14 那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希望一个汉字呢 也是一个长度 那么怎么来办呢 好 咱们最笨的办法可以这样 我在这上方定一个局部变量 我叫做count 我让它出使之为0 好 在这个foil循环之中 我们让这个count进行加加 此时我现在输出 fmtprintln就可以了 好 我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长度 好 长度呢 那自然就是一个count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 看一看这个长度 是不是如我们所愿 1 2 3 4 5 6 应该是6个 好运行 此时大家来看 给我们输出来的字符串长度为6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每次想获取一个真实的一个字符串长度 那么还需要对它进行便利 实在是非常麻烦 我们接下来呢 再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全都是utf-8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简单的一种方式 还是我增加上前面的说明 这是一个字符串长度 后面呢 我们就使用utf-8 这个包中有一个叫runecount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使用rune 它能够将我们unicode里头 所有的非ask码都给我们进行展示出来 utf-8 好 我们现在呢 重新来进行感知 叫做rune 大家来看 runecountinsdream 它代表的含义 我们通过这个函数的名字 也能够猜测的出来 它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字符串中 我们的rune的这个个数 好 参数就是将我们的s传进去 那这样我们看看 它获取到的长度 和我们刚才通过for循环 所获取到的长度是一致的 那么这种方式 它自然比通过for循环再来获取呢 是要简单的多了 那这是字符串的它的基本的用法 这不是我们这节课主要给大家讲解的 我们这节课呢 希望给大家来讲解 Streams包里头的有一些字符串处理的函数 那么关于Streams包里头 我们可以去看我们官方的文档 好 我们现在打开官方的文档 那么因为有一些真正的官方文档呢 因为它必须得翻墙 使用科学的上网方式才可以 所以呢 我们建议呢 大家使用这个study.golang 然后.com这个网站 那么它无需翻墙 我们在左侧 左侧进行选择了以后 当我们选择这个Stream Streams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一项之后呢 那自然右侧就给我们输出来了 当前这里都给我们展示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Streams包中常用的一些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我们需要大概能够用到的 因为基本上很多都能够用到 我们需要了解的大概有42个 那么在这里头呢 它罗列的非常的多 不太方便记忆 比如说大家能看到 太多了 不太好记忆 那不如我们对它进行稍微的分类 我们可能记起来就更加的容易一些 好 那么我们把它分成这么几类 第一类呢 就是减锁类的字符串 那么减锁类的字符串呢 包括contents contents的意思呢 就是包含 一个字符串中 是否包含另外一个子字符串 那么它返回的是一个不耳形 接下来 contentsany 那么判断一个字符串 是否包含另外一个字符串中任意一个字符 也是返回一个不耳形 好 接下来是 contentsrun 那么它是判断字符串 前面的这个字符串中 是否包含有一个unicode碼 那么实际上就是将第二个参数 我们写成字节也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content 那就是判断一个字符串中包含另外一个子字符串 它包含了几个求取它的个数 那么接下来再看has prefix prefix呢是指的是前缀 那么就是判断字符串是否包含有某一个另外一个字符串是它的前缀 那相应的还有一个后缀has suffix suffix是后缀 那么它就是判断一个字符串的后缀是否是这一部分 那么都是返回不耳形 接下来是index 那么这个index呢它是返回有一个字符串中 那么一个另外一个子字符串 在这个大的这个字符串中 首次出现的一个索引下标的位置 那么这块呢索引下标自然就是从零开始 那么这个判断位置就是从左开始数起来 那么index any 那么只要加了any它代表的是 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字符串s中 它包含后面这个字符串中 任何一个字符它首次出现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index bet 那就是将我们第二个参数我们传进来的时候 你是包含谁呢 我们传进来一个字节 你是否包含这个字节 包含的第一个位置在哪 那么对于index来说都是去获取它的位置 所以返回值呢全都是一个int值 那么接下来是index func 那它传过来的第二个呢参数呢 就是一个函数 你将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然后做它的一个参数 好 还有index runes 那就是将第二个参数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字节 只不过这个字节和刚才的这个bet 它不同的地方是 这个bet它最大的时候呢只能到256 那么对于这个run呢 它的这个值就比较大了 它是包含所有unicode里头 所有的索引下标 那么还有last系列 那么last系列呢 和刚才的前面这个index这个系列 正好就是在检索的时候呢 一个是从左往右进行检索 一个是从右往左检索 因为last代表的是最后 它判断的是你某一个字符串 在另外一个字符串中倒数 最后出现的一个索引下标的位置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这15个函数 我们来给大家写一个案例来进行讲解 因为关于strength包里头的函数 非常的重要 于是呢虽然说它属于第五章 但是我们现在呢新建一个目录 我们把这些关于strength里头的 所有的函数的练习 我们单独放在05-02 这么一个紫包下 好 我们把它放置一个新的目录下 那接下来呢在这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包里头 我们再来新建gofair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练习的 strength包里头的一些函数的 第一个练习demo01 我们准备给大家来讲解 strength包里头的减锁类函数 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笔记 我们刚才减锁类的函数 实际上有15个给大家罗列的 好 我们加上一个注释 将刚才减锁类的笔记 我们罗列在这 好 那么对于这种 关于这种某个包里头这些函数的练习 实际上我们的官方文档写得非常的详细 那么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大可不必自己去写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官方文档去拷贝一下 看一看它的结果 那么那么多的函数我们怎么样去记忆它 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是去对它有一定的面熟就可以了 我们未必能够准确的记忆它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ID这个集成开发环境 可以去对它进行感知 但是我们大体上先要对它有一定的认识 你只需要对它面熟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课呢 就是这样的 我们先呢写一系列的一些测试的一些函数 然后到时间呢我们在main函数中 我们依次的去调用 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把写这个函数的一些架子 我先给大家搭建起来 好 现在请大家来看 我呢写了很多的前缀都是test这样的函数 实际上呢主要是练习我们这15个 关于检索类的stringspollet的函数 第一个呢就是testcontents 然后有testcontentsany 那我先把这些函数的名字全都罗列在这儿 实际上呢我这里头也不是一个标准的函数 要是函数的话应该有返回值 应该有参数 我这块呢仅仅只是一个子过程 只是为了方便咱们在main里头进行调用 然后为了让大家学习 学习的时候呢能够在一个案例中 能够将这些案例都能够统一的看到 好 那么我们在里头的代码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 好 接下来大家来看 我回到这个文档中 那么我点击contents 那么这个里头呢 它有一个叫做example example就是案例的意思 我们点击了这个example的时候 它会展开 将这个案例能够看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这个案例的这个代码 我们拷贝过来 好 我们粘贴到这个里头 好 我们做一下自动排版 接下来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么运行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儿就来调用一下 刚才我们第一个方法 就是testcontents 好 那我们运行之前呢 我们不妨先来分析分析 它可能输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 这个contents它所代表的含义 是说第一个字符圈中 是否包含有第二个子字符圈 好 我们不妨呢 点击这个函数 大家来看 当我按着control键之后 实际上呢 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提示 funk contents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是stream 第二个参数呢 叫做substream substream呢 是指的是子字符圈的意思 后面返回的是布尔 那我们也可以点击 进入到这个函数中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实际上这里头呢 主要是调用了一个index 那么它主要是判断 一个字符圈中 是否包含有另外一个子字符圈 它返回的是一个布尔形 好